评数不大的工作室 这位台湾女生与好友 吸引上海煮起创业梦 没想活动前准备工作少不了 紧凑的步调也让她去年身体拉紧抱 三叉神经导致面痰 所以是交叉神经没有办法行走 我是直接就是送到医院去 然后长达了差不多两个月到三个月卧床 凡胎疗养在身体逐渐康复后 虽然也曾想过干脆回到家乡新竹 但发展的机会实在有限 大家对台湾的市场越来越狭隘 那我会觉得那是否就是要激励一下年轻人 为我们的台湾为我们的家乡出来说话了 我希望这次的选举第一个就是 对于投票冷感的人他们能够站出来 根据行政院主记处最新的统计 105年国人赴海外工作的人数约72.8万人 在大陆工作的超过五成 其中大约有三成的台湾七年都选择在上海发展 求学的也逐年增多 下周营销模型你做的怎样了 我打算用那个YouTube的三方营销框架做案例 从雄中毕业到上海交大念书 从学士念到硕士 台湾高材生来到这里感受到的是上海的顺习万变和人才的竞争 相较于他的家乡高雄无论经济发展整体建设似乎停滞不前了 让这位高雄英娜即便客业繁忙也要返乡投票 我是高雄的回去高雄的现在高雄选情交着 我也想回去参与一下这个过程 像韩国瑜提的100亿青川基金 这个是其实会对年轻人是有号召力的 无关蓝绿路漂青年们看的是谁的政治牛肉端得最实际 而今年返台投票的大陆青年出谷也比上届地方选举多出两成 也让选战更加白热化 记者林新鲜言配于上海采访报道